這支黑漆漆的污水有什麼用途? 只要經過污水處理 就可以用來養魚、沖刺、甚至稀釋化學品 沙田污水處理廠的再造水 其實是將部分經過二級生物處理和紫外缸消毒 令排放水的水質進一步淨化 達到接近食水的水質 不過這些水仍然是未到食水的水質 所以是不適宜飲用的 只可以用來代替我們原本用食水的一些非飲用的用途 當原污水變成排放污水 再經過過類的三個步驟 就會變成這支接近食水的再造水 沙田污水處理廠 是全港最大的二級污水處理廠 為沙田和萬安山區60萬市民 每日生產1000立方米的再造水 一個簡單的概念 差不多等於八架雙層巴士的容量 或者是四成的一個標準泳池的水量 再造水的過濾過程 包括碟型過濾器 超過濾薄膜 和液滲透薄膜 白隔明說製造再造水的成本比食水昂貴 不過如果將來可以將再造水推廣至更廣泛的用途 將會帶來很大的經濟效益 由原污水到產生再造水大概是六元一立方米 雖然再造水的成本是比較昂貴 但是我們在目前最重要的價值是可以利用再造水去替代一些 我們原本要使用食水的非飲用用途 從而我們可以折省到一些珍貴的食水 政府2006年起在大嶼山昂平和上水石湖虛等 進行再造水試驗計劃 期望透過提取污水處理成本和技術數據 在公共工程引入有關計劃 鼓勵發展商採用再造水 如果計劃成功 將會進一步發展海水化淡的方案 香港蜂瓶電視記者王子院報導